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AB君好孩子的時候 今天有很多話要談的 由國際到香港 我們數數賣賣的時候 有六七單新聞要和大家說一下 包括法國總統大選 但馬克龍其實還要看多一件事 就是6月的國會選舉 人民幣還有大跌 但是中國就出手了 整件事我們要說一下其他的國家 如何去沒有俄羅斯天然氣的狀態之下 如何去做事 秦江又去探視美國的農村 接著還有很多我們所說的 什麼份子 離開了 有些是民調機構的 副主席就走了 有些大律師又走了 香港是不是真正的趁早走呢 有些黃人就說 四月底前就搞定所有事情 令到香港乾乾淨淨 迎接新一屆的 我們的特首 上任 我們知道新一任的時候 大家都在猜 究竟是 裏面有什麼人選在 遲下我們會做個節目 跟大家猜猜一下馬仔 看看的時候 究竟是誰會擔任 新一屆的財政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那些是這樣的職位的 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我們從國際線開始 喂AB君 晚上好 大家好 是啊 我們先講一下法國選舉 我知道港理台說了 法國總統大選 馬克龍就無驚無險 做了法國總統 雖然這次的得票率 就比上一屆低了 但是也是二十年來 第一位 連任的法國總統 即是他的政策 開始有一個延續性 起碼還有五年時間 給他玩 跟著下去 其實 究竟他怎麼玩呢 有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 就是總理 另一個變數 就是六月份的國會選舉 這兩個問題 其實問題都很大 我們請 B君先說吧 B君說這件事 他有看法 B君 好啊 先講一點 背景資訊 因為法國的政治制度 就有一點特別 如果你習慣了 老美 特朗普 或者拜登 總統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什麼都做得到 但是法國的總統 我們政治學來說 就叫做半總統制 就是呢 那個法國總統的權力 並不是呢 大家想像中 是這麼大的 他分了兩個 他就這樣分發的 法國的總統 他就擁有 軍事和外交的權力 而總理呢 就擁有 經濟和內政的權力的 就是說呢 法國總統 基本上 他不能碰 內政和經濟 但是他有權 去任命 哪一個做總理 那我程度上 都算影響倒一點點啦 就是你 我任命了那個人之後 你內政自己搞定啦 那這個這樣的制度呢 其實是繼承著 就是以往那個法國總 法國皇帝那些這樣的制度 因為他比以前的制度 這樣傳下來啦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制度 就是那個總統 有軍事外交 但是內政經濟呢 就給了總理 那現在他那個 選了總統出來啦 那馬克龍有 這個軍事外交權啦 但是經濟方面呢 就要看回呢 接下來這個國會選舉 會選到什麼政黨 作為最大黨 那然後呢 就由總統去任命那個總理的 但是這次那個總統選舉呢 如果你看回第一輪那個選舉投票結果 就看到法國裡面那個 各國政黨呢 或者那個政治情況呢 就很多政黨分散了 譬如呢 馬克龍他那個 比較中間黨派啦 就拿到28%的選票啦 然後立行呢 就極右那邊呢 就拿到23%左右的選票啦 之後其實第三政黨 就是左派那幫人呢 都拿到20%左右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這次 如果這個選票 是會換成這個國會的議席的話呢 那其實你可以見得到 第二天那個國會的議席呢 都很分散啊 很重要啊 那麼散的時候 那你就要組織 總理那邊就要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啦 然後到時候呢 就要再看回 到底是馬克龍會 靠左翼那邊啦 還是靠右翼那邊呢 無論哪一翼都好啊 其實兩翼都對於這個經濟 對於整個法國的經濟情況呢 都很不滿的 尤其是跟這個 就是這個物價 在那邊飆升有關啦 那大家看到那個黃貝森 搞了幾年 其實他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 搞那麼久 反那麼久的原因 都是因為那個油價很高 那現在的油價更高一些的時候 那就搞到內邊都幾亂 那所以 就是接下來這個總理選舉之後 他馬克龍會不會選 會不會選一個比較親左派的總理上台呢 那如果他是這樣做的時候 很有可能呢 就會影響到外交那邊 因為如果你說我要搞定這個 石油和糧食架構 最快的方法其實是 跟俄羅斯那邊談判 嗯 那這方面呢 就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外交政策 那呢 交換個球給你們 好 A君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會不會有一個左派的總理上台呢 是請說 反而A君呢 就還在怕 就是 要拜託一些右派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那他自己 就去搞這些事情 那A君呢 就略略呢 就做一些 歷史的補充 啊 其實現在的法國呢 是第五共和來的 是不是啊 阿B君 是啊 是啊 那第四共和是什麼時候倒閉的 六九年左右 好像是六十年代初 沒錯 沒錯 但那個項目就是呢 其實呢 二次大戰之後呢 出現那個呢 就是第四共和 二次大戰那個 被德國倒閉的呢 就是第三共和來的 那倒閉了當然沒有了 然後第四共和呢 為什麼又會被人倒閉呢 阿B君 他那個時候是 那些殖民地獨立 原本不非那些殖民地 說要獨立 那之後就搞到他國家裡面的 那些 左派那幫都很不喜歡 然後就推進了那個政府 沒錯了 沒錯了 就因為殖民地陸屬獨立 以及利亞事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幾年 就是呢 就是呢 跟這個意大利一模一樣 就是呢 換人 換到極度之頻繁 那所以呢 就是令到整個政府 不能運作 那所以殖民地看見 哇 那麼差的一個宗主角 於是身仇舊恨 一齊就開始獨立了 那為什麼A君 要提起這些事情呢 就是啊 剛才B君都提過了 法國那個制度呢 半總統制呢 是全世界最為獨立的 那 黃人們 你就要想一想了 它既不是總統制 也都不是總統和總理的一個制度 那樣子 而是半總統制 是全世界 比較少有的一個做法 又不見你們說 法國那裡有什麼問題 這個世界 當然是政治地 要因時制宜的 當時發生的情況 就是總統總理制 出現了呢 就政府交貼頻密 然後呢 就運作不了 接著 殖民地 紛紛獨立 接著國家呢 也都是再無威信 於是乎 整個共和 動軌了它 大高樂 就變成了 今時今日的半總統制 啊 所以呢 因為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針對那個國家面對的一些問題 然後成立一個制度 到現在 運作良好啊 大高樂還一下子踢走 當時老美的駐軍 結果就因著老美報仇 又玩回它了 那A軍說這麼多呢 其實就是 記住 看回我們中央都是這樣而已 抹大對眼看緊一點 但是 法國接下來 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呢 嘿 A軍就沒有B軍那麼熟了 不過肯定一件事 就真的到時我們會再說的了 不過呢 就現在呢 發覺呢 都要面對一些現實啦 啊 之前呢 銷售一些選民啦 怎樣去投票的話呢 可能到最後 落到現實的話呢 就有些不太優美的事件 例如 可能和俄羅B 就沒有再撐得這麼行啦 等等的事情出來的啦 是 交回給阿Sir 和B軍 這個我自己的看法呢 其實他這次的贏 我想扎連司機 司機先生都很開心的 因為呢 他表示呢 馬克龍是他真正的朋友的嘛 那而且呢 有一件事是比較擔心的 但是呢 這次的選舉裡面呢 其實呢 那個 投票率呢 是低於72% 是1969年以來的時候 第二輪總統選舉中最低的一次啦 就有三百多萬張的廢票和空白票 那我就覺得呢 整個發覺呢 現在的情況 其實 他也是一個 絕大多數的總統來的 但是的時候呢 會怎樣去走呢 其實 有一件事 其實現在聽到的啦 每一次民主選舉都是啦 一個爛蘋果一個爛產 你要選誰呢 其實真的很難選的 因為兩個都是很嚴重的 所以的時候呢 有三百萬的一個廢棄選票呢 其實真的 就是 挺誇張的 那而且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現在呢 就是 發覺面臨著 因為制裁 俄羅斯啦 而令到生活上 成本呢 就 提高了很多 那這次其實 整體來說呢 整個議題就是 喂 你需不需要搞這麼多東西啊 而且 最重要的 就是 我們見到馬克龍一上台的時候呢 他現在是人民的總統啦 所以要解決人民的問題 那就是說呢 整個社會上呢 是有極大的分歧啊 還有的時候呢 對於 每一個政黨之間的理解呢 其實都是 有很大的差別啦 那 剛才我們有談過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歐盟呢 會不會成立自己的軍隊啦 那大家知道 其實發覺呢 一直呢 都想有一個強大的歐洲出現的 那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司機叔叔呢 都會說 喂 其實的時候 希望有一個強大的 而且統一的歐洲啊 那整體來說 到六月的那個議會選舉呢 是不是呢 現在還是會好像 馬龍之前帶領那樣呢 是擁有多數的席位 如果 如果你沒有辦法 拿到多數席位呢 其實你就是一個 就是 想亂的政府啦 不過 我相信 無論怎樣都好 由於 不想要右派抬頭啦 所以的時候 應該都是 就是被迫地 就是 拿回 給馬龍 的 應該呢 就這方面呢 有機會 是真的好像 延續上一任的政府的做法 這樣 雖然不理想 但是的時候呢 馬龍立旁呢 就告訴大家 其實整場比賽呢 還沒有結束的喔 因為呢 現在還有很多的派別呢 其實在這裏蠢蠢欲動啊 希望呢 左右整個政局 那你說法國呢 會不會變成一個更加分裂的法國呢 那對老美來說呢 對英國來說呢 他當然是想法國分裂的 因為法國分裂呢 才可以顯出 整個歐洲處於弱勢 而且德國方面也是一樣啦 如果法國和德國弱勢的話 那老美就可以上下其手啦 那對於 英國來說 約翰遜呢 我們也看到 哇 他如果在這方面 就拿到更加大的話語權呢 他相信會非常開心的 所以呢 西方的政治永遠都是這樣啦 我自己不強不要緊 我打壓其他人 尤其是我的競爭對手 國與國之間 就是這樣玩法的啦 那所以未來的形勢呢 我覺得呢 還要等待一下 五六月份 就大概會定的啦 那跟中國的關係 我覺得呢 就是會進一步的 進一步合作 大家互相去討論一下 應該怎樣呢 去振興一下彼此的經濟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B君 有什麼意見啊 是啊 我也同意啊 大衛sir說呢 就是法國那邊 跟中國的關係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大改變 而且你法國 始終都是想賺銀的嘛 你要搞這麼多 就是要搞好法國的經濟 你就要賺銀啦 那你賺銀最快的方法 當然是跟最大的市場聊天 而這個最大的市場 當然是說中國 那你猜是說什麼 所以呢 法國那邊 他們 跟這個中國的做多些生意 都有可能去發生的事情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就是 例如說 就是法國的空中巴士 那些飛機呢 其實對中國來說都 就是 尤其你最近的波音 搞這麼多麻煩的事情嘛 就是很不幸的這樣的事件 都是波音機出事的嘛 所以這個時間 法國應該可以試一下 跟中國說 你的波音機不行了 當然是買這個空中巴士啦 空中巴士 是法國貨來的嘛 那當然除了空中巴士之外 其實法國 馬克龍一直在說 要建立自己的 就是建立歐盟軍隊 其實當然也有幫法國 想他自己的算盤啦 因為其實法國呢 是歐洲裡面來講 他的軍火的工業 是最齊全的國家來的 就是歐洲裡面來講 除了德國啦 德國最厲害最厲害都是車的 例如你那些坦克是波子來的嘛 你看看 那所以 但是你說始終那些飛戰機呀 或者其他的一些軍艦 技術最厲害的那個都是法國 所以當你建立歐盟軍隊的時候呢 最好的 就是賺錢賺得最多的應該都是法國 所以馬克龍要推這個法國軍隊呢 都無可厚非 但是你要建立歐盟軍隊的時候呢 那可能你第一你要經過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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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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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克兰事件也会影响到其他欧盟国家 觉得我们欧洲始终都是要对自己的军队 比比劳美奇更好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法国要弃回欧盟军队 可能性就大增加 我补充完差不多了 A军 A军最后就是说 法国这次应该会更加贴近现实的政策 例如刚才所说 对中国来说先赚钱 对国内来说 能源这件事一定看到很紧 因为那个黄佩森事件几乎搞到马克龙搞不定 现在能源的问题越来越紧张 所以其实A军可以看回 可能他会用更冒实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俄乌的事件 而冒实之外更加冒实的就是 会有搞自己欧盟的军队 不用下下被北弱那边 可以说他要做这么多事情的话 其实就需要 就不是和中方撑到罪行 反而是和中方更多计划 这个一定会 因为一定要谈的 你不谈的 你不谈哪里搞得定 对不对 但是的时候我们先说回欧洲那条线 喂 德国前总统好像被人骂抄 对不对 是啊 是 A军呢 先说一下这一件事 德国前总统来说 接受到访问 关于俄乌战争等等 其实前总统促成了北溪的建立 但是由于现在北溪的建立 甚至乎和俄罗斯那边的议员那里的关系 就被这个纽约时报移动他 就在他专访里面 就正确批他 当然了 阿斯罗德 就是这个全总统 也都很肯定地说 德国是无法孤立俄罗B 应该全世界无法孤立俄罗B 还有为了维持国家的工业实力 俄罗B的能源是不可划决的 啊 那真的和现在西方那边 真的唱了反调 那个事源呢 其实就是他2005年 四季任了之后 其实普京立刻和他朋友 就好像你所说 就是搞到天然气馆里面 不悉 就找他做主席 当时普京还要问他 喂 你是否担心 哇 谁知道斯罗德就说 哎 没事 立刻做事 同时间啊 外国啊 尤其是《约时报》那些 直接图他啊 说他呢 已经成为了普京的人 啊 好了 到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好事件搞到这样 啊 那斯罗德呢 那斯罗德呢 就成为了仲旨之敌 甚至乎啊 他们党啊 有人呼吁啊 要啊 开除他的党籍啊 只要他家乡里面啊 也都呢 在计划着 要剥夺他呢 这个荣誉公民的身份啊 啊 不过斯罗德的好事啊 你要剥夺我的身份的时候呢 就说 我自己不要啊 你吹啊 哇 真是够坚啊 那好了 那接着呢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啊 我不认为是错啊 这个不是我的错来的 接着还要问多一句 就说 咦 当时个个支持搞这些天然气馆的人 现在去了哪里啊 啊 接着呢 报纸当然啊 要啊 抹黑啊 斯罗德啊 喂 其实你赚了很多啊 谁知道斯罗德呢 还要反问回 是啊 我真的赚了很多的啊 全德国 都因为搞了这些气馆里 赚了很多的啊 哦 嗯 那可以说 现在呢 真的出来呢 就说了 好了 那其实呢 大家要计算一下 那是什么呢 就是呢 2011年的时候 德国入口的天然气里面 俄罗B就占了39% 现在呢 去到55%了 那就是呢 每一天 向俄罗B 给出来的能源的价格呢 是多少呢 大家知道它是多少呢 每一天给多少欧罗啊 你说啊 2亿 2亿 每一天2亿欧罗 哇 OK 是 60亿欧罗 一年是7、8、30亿欧罗 嗯 是 至于呢 老美现在抬出来的天然气价格呢 就是俄罗B的5倍啊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用回呢 俄罗B的5倍去计算呢 假设如果全部要买了呢 这个老美的天然气啦 当然技术上大家知道 不可能真的这样计算 是多少呢 3,650亿啊 3,650亿啊 就是一天要给10亿啊 3,650亿啊 真的 多了不复 所以这个数据怎么计呢 大家知道了 现在呢 人家是在做最务实的事情 帮全国家最重要的那些能源呢 就变成了只需要给20%的成本 但是有些傻瓜 就走来骂他 所以撐到行动回来 你说我因为这件事赚得多啊 你们个个都赚了啊 还要加多一句什么啊 如果没有了俄罗B的天然气 我们的工业一早倒了 你怎么维持竞争力啊 哇 现在真的全部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啊 这些就是冒实咯 交回给大家 我先跟证一下 斯罗德是德国的总理 不是总统啊 普协 刚才说错了资料 OK 好 B君有什么看法 要说回 你开始说的时候 是《纽约时报》 访问斯罗德的 那其实呢 老美呢 一直都是想移动这个北溪二号的 那所以呢 他们那些传媒的那些报导呢 就是你 看到他们 多么中立的啦 是不是 当然要赚啊 虽然可以啦 喂 你当然不要买俄罗斯 那些天然气石油啦 当然是买我们老美的天然气石油嘛 给多五倍价钱 你就给多五倍价钱啦 我们就给老美赚的嘛 不是你们德国佬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所以 其实你看到 他们那些 传媒报导的时候 那就 自己想一下 他到底有多中立啊 那 但是 都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你除了是看到 就是德国和俄罗斯的那个 经济关系有多文切之外呢 其实你都要看回他 德国的那个 经济军事政策 外交政策 其实你看回呢 这个 就是 德国的经济想和俄罗斯呢 做一个 合作的关系呢 其实就是 在 就是 当年德国搞统一的时候 卑斯默已经在说这一件事的 他们就希望呢 俄罗斯 最好的俄罗斯 就是药鸡 然后给德国 给德国一起合作 你合作之余 是我控制你最好了 控制不了的时候 平等做贸易都OK的 那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他要搞这个工业呢 但是 德国是欠油 没有石油 没有天然气 那所以 卑斯默一直在说 可以和俄罗斯朋友的 但是你在二战 一二战最后都和俄罗比打 因为打算用军事的实力呢 去抢了俄罗比里面的天然气和石油 尤其是旅海那边 中亚对海那边的石油 所以你看到呢 二战的时候 就打了这个 史特伦 又不是说 史特伦格纳那边 为什么打这么激呢 就是因为 你负荷史特伦格纳 就可以直取这个 这个旅海的石油了 但是 就是现在 他那个冷战之后呢 就和俄罗比去做朋友 然后呢 就拿俄罗斯资源去支援 这个德国的工业呢 这个完全的想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他现在都是这样的奴斯奴 但是 就是德国那边也都了解到就是 我不可以长期这样去搞这个 就是靠这些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嘛 所以其实德国呢 都要一直在很努力地搞一些清洁能源 但是当然你在清洁能源 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去 能够去取代到现在的石油天然气呢 很明显是要时间 这个时间还有一个长时间 没有几十年 一百年呢 都未必能够成功 那所以呢 你要看回他现在 他就是德国那边 他就是经济是不是真的那么能够成功呢 真的那么久都要 就是都要撐到行呢 我看就未必了 可能甚至乎 未来这两个月都已经能够成功了 都会和俄罗比 那边聊天 而且刚刚刚刚讲的呢 法国马克龙总统 他又选举计位啦 就是他继续可以连任啦 那所以就是法国和德国 其实他们那个外交那边呢 他们就有了 腾出一些兇手出来呢 去再处理回外交那边 那都要看一下呢 就是未来欧盟那边的外交 会不会和俄罗比 谈关系呢 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观察到 有关的斯罗德呢 其实他和普京呢 可以说是朋友来的 而且北极一号 北极二号呢 都是在他手中呢 去和俄罗斯签订了 那个协议书 其实这个呢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呢 我觉得呢 斯罗德是一个大功神来的 因为他解决了 现在这么久以来的 欧洲的能源供应的问题 虽然说要清洁能源 但是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 欧洲的真是 就是天气太冷了 整个欧洲呢 如果你没有天然气 没有这个供卵系统呢 其实对于所有人民来说呢 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你没有了天然气 你没有了石油的供应 其实对于欧洲 他们是最需要这一方面的 那斯罗德 其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当然啦 他和普京是一个 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他也是俄国的能源 石油 就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监视会的成员 那目前呢 也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监视会主席 那里面呢 其实我们观察到 如果是俄罗斯 不供应游戏去给欧洲的话 不供给德国的话呢 其实对于整个德国 是出现很大的问题的 那第一 其实不单止人民呢 是会 就是反感程度会很大 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 给了机会呢 给老美 骗住欧洲的颈子 让欧洲呢 没有办法去脱离美国的天然气 因为这个是政治的玩法 所以呢 老美现在呢 就老臣在在 觉得喂 你现在跟我买 除了价钱高之外 你还有不靠我 你可以靠谁呢 所以美国呢 今次呢 是玩到尽了的 那欧洲呢 我觉得是被逼 没有办法 唯有这样接受 因为他们为了选票 也都知道西方的媒体呢 其实是对俄罗斯呢 是作出百般的抹黑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 A君所说的 就是一帮傻白甜啊 完全没有理到人民的想法 只是一切呢 以政治出发 那这些意识形态的 一个敲诈 或者是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真是洗脑的一个手法呢 其实令到呢 欧洲呢 我觉得是 即是会一直积极下去的 如果再不反省的话 那唯一可以靠的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觉得 中国 是有可能 跟他们合作的话 慢慢呢 俄乌战争结束之后 重新再开始 相关的 谈判 和一个贸易呢 我相信呢 德国 应该会欢迎 开回北溪一号 或者北溪二号 这个我个人自己的看法 A军交给你 A军的看法呢 也是会认为 甚至乎 有一样东西 我和阿尚同点说 不用我战争完了 现在 欧盟都说 要用这个奴布 可以买回天然气 准享做 主要都是去俄罗B那家人行 那里 欧盟就给这个 俄罗B那家人行 然后俄罗B那家人行 然后俄罗B那家人行 转回做奴布 都容许做这一样东西 根本这些是很实际的 所说的那些意识形态 是欺骗些傻白田的选票 你这个世界 根本是大家 都是互相依靠的 还有一样东西 他们做了这么久以来 很开心的一样东西 都不知道 就是什么呢 除了低能源之外 低能源的价格 不好意思 意思是 还有一样东西 你能源那里 是来自俄罗B 另外 市场 以至其他那些 科技等等 来自老美 甚至乎 跟中国那里 做商贸 其实以前的盘 其实是很分布的 挺帅的 你现在没有了俄罗B 那些油 假设是没有了 你全部 就是要看老美那边 那就是给老美玩 你还有 你将来全部 以前你还是在欧罗 去买这个石油 现在你欧罗 买什么石油 你全部变成了 用美元的石油 你连自己的欧罗都废了 没有人会做这么笨的事情 只有那些什么政治经济 都不懂的傻白田 才会做这么笨的事情 所以正正路路的话 其实选完这个法国大选 和阿斯罗德 这样去说出来 其实A军反而还看到 这番说话 阿斯罗德 如果一个月前说 其实就在死的 今时今日说 都万战穿心 这么小 但是配合欧盟 用欧罗去买回这个 天然气和能源价格 其实玩了一个多月 大家已经知道 已经吃了能源价格上升的苦过之后 开始冒失了 现在A军反而觉得 斯罗德这样走出来 某程度上是试水温 他已经知道自己坏了 在国内形象没有救了 他也不想再参政 所以没什么所谓 走出来试一下水温 行的就继续撑下去 不行的就再找机会再出来 总之可以看到 其实欧洲很想去墓实那边走 A军就看到 法国和德国都有这个倾向 其实斯罗德就78岁了 虽然早几年他娶了一个南韩的太太 但78岁 我想政坛应该不会再出来了吧 我估计 A军 交给你 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 他进去北溪那里 其实是收最后的退休金 没错 每年一百万美元 每年一百万美元 次级币 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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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体上 整个能源的问题是很大的 你是否想谈谈溝友的问题 A军 其实阿sir说过 我也来说一下 现在有另一个山 就是欧洲 是向务实那边买进 就是 入多了油 表面的制裁 实质上入多了油 就是 混油 在海那里 一个麻烦大家假扮路过 然后 将俄罗比油 进去其他船 只要混的成份 不要超过50% 就不当是俄罗比油 这样去运回欧洲 现在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这样玩 不要搞那么多 认认真真地 去跟别人谈论 那些协议 不要吵这么狠狠 向务实进发 傻白欠 用来笑 不是用来做事的 还有 最夸张的 根据阿sir先生的消息 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运过来 不要紧 我直接把它变成 换Logo 不是你俄罗斯出产 没问题的 我们继续去 谁知道我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没有产地证明的 一个最大问题 好 B君有没有什么要说明一下 好 基本上很明显 其实整个 整个情况 就是我看到 就是 欧盟的告发 当然 一方面 当然 想要有些 便宜一点的能源 另一方面 我有个这样的 怀疑 我没有很证实 这个怀疑 就是 如果我记得 我们上个星期说过 就是 耶伦突然在说 粮食价格的问题 在G20会议 但是 G20会议 我相信 他那次的谈判 应该 就不是很成功的 你见到 G20会议之后 欧洲那边 就 我自己弄回自己的东西 不用理你 你老米 你老米想买石油 我不用理你了 我自己弄回自己的能源 为什么 因为可能 他们两边的谈判 出了事 嗯 不想听老米说 所以 你见到现在 现在 这个 英国那边 马上说 我们是要买一些奴报 去换 去换 那些石油 之后 现在 欧洲 德国这边 有这样的新闻 在那里爆出来 那 欧盟那边也说 我们会用奴报 去结算 买回 BD能源 其实 这个做法 是用脚去投票 告诉大家 我不是很想听老美的那支 嗯 嗯 对了 这个是想的 差不多了 想和做不做到 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看到 最近有一宗很厉害的经济新闻 是和大家说的 就是人民币 就大跌超过 200个点子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就 中国也觉得 哇 很奇怪哦 有很多分析也觉得 这件事 应该就是有关上海的疫情问题 所以的时候 就会采取 就是 人民币大一点 因为大家觉得 哇 你看上海风这么久哦 那可能也会影响到 有国际投资者 对中国的信心 所以人民币是大跌的 但是呢 央行就终于出手了 出手的时候 现在就止跌了 那我们呢 就找回资料 看到的时候呢 港币对人民币 排价的汇率呢 就是 一元港币 换到 八毫三 四三的人民币 那这个情况 我们当然要找A军谈一下啦 喂 A军有什么看法呢 对这件事 你好像有些 洋谋论哦 哈哈哈 我首先说 你多一个看法 都是 学术说法 刚才阿sir 就说了 就是上海不行啊 怕着影响到出口 因为上海 都 虽然是一个商贸城市 但是其实工业 都不是野小 特斯拉都在上海 所以呢 其实就 和他牵一发动全身 那变了 就怕着影响到出口啊 以至内需 那他虽然的了 他虽然的了 他虽然的了 那你出口也影响了 所以是烦的 还有另一个呢 也是学术的说法啦 就是呢 老美啊 的长寨息差呢 就高过这个 人仔那边的长寨息差啦 高过人仔的长寨 所以那些钱呢 就宁愿回到老美的长寨那里 就放弃这个 人仔啦 那所以呢 由于那些 拿着 那些 拿着 那些人仔那边 就轮回到这个 美元区 那所以呢 就变成了 人民币又受压啦 那这样 那这两个呢 就是呢 很正常的一个 说法来的 那但是呢 A军满脑都是这个阴谋论啦 哈哈哈哈 阳谋阳谋 阴谋论呢 就要再 是 继续继续 就要再拉 就是老美 又无端端 又再 偷多些 集牌公司 就是中概股那边 又再做多一批啊 老实说 这件事呢 就在三月的时候呢 就搞到 我们的 恒生指数啦 曾经一夜呢 达到 一万八千几点 就是这件事 装出来的 那现在啦 又再多执 你说 是否老美想玩我们呢 A军啊 就是 都相信呢 是会配合一些公势的啦 那所以呢 就可以讲话啦 今次呢 就可以 股和匯呢 两样呢 都一起出手啊 那刚才所说的 中概股那边 继续担着我们 另外呢 匯那里呢 就靠呢 高所一些的 一些的 长债息啦 那去引回资金 回来 美元区啊 那又再呢 移动你的匯啊 哇 这里呢 可以讲话 都看起来 都有一些害怕的啦 但是A军最害怕呢 就是呢 五月的时候 不知道 会不会 有人呢 就急于 见到这个 呃 欧洲的制裁 好像不是很听话啦 会不会急于出手 再做多些东西 去移动我们中央呢 那这个A军 绝对不排除呢 五月的时候呢 会有更加多东西 会制出来的 那可能呢 今次人民币的下跌呢 是一个起手式啊 那这个呢 就是向坏的方面想 向好的方面 会想到一个理由呢 嗯 什么理由呢 向好方面的理由呢 就是呢 其实就是 人仔呢 某程度上 配合老美 就是呢 降低一点点的汇率 令到怎么样 搞到老美通胀没那么高啊 因为如果人民币汇率再撑行的话呢 老美入口的中国货呢 就一定贵的了 嗯 现在呢 人民币跌了一点点呢 其实呢 就有助呢 老美那边呢 的通胀呢 就下跌一点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刚才说的陰谋论 说是老美打击中央呢 是有机会 也都有机会呢 可能两者呢 暗瓦底地有论谈哦 喂 这样了 看你这么大锅 我人仔下跌一点 我又出口好一点 你通胀压力又低一点 那大家不要玩到那么尽 那变了呢 那变了呢 那两边呢 都是成理的 到底是走哪边呢 大家请 黏住大卫sir的频道 和说这台的频道 哈哈 再和大家分析一下 是 还有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说一下这个 抽冠效应的 哈哈 都挺有趣 我自己觉得 好了 B君 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老美那边很稳定 然后就全球的美元回到美国 尤其是呢 那个美国的债息增加 那就吸引回那些资本呢 就回流回去老美那边呢 就做事的 就是就回去的 那所以你看到 其实现在全球那个股市啊 和那个股市是这样想啦 然后那个 和抽股可能有一个关系啦 嗯 那也是看到那个 就是那些 匯率呢 就不停在那里跌了 就是美国的在那里跌了 就是这个不单止是 嗯 不单止是 不单止是人民币啦 日元都在那里跌 其他的货币都在那里跌了 是吧 那是美国的在那里跌了 嗯 嗯 那就是这个 粗略见解而已 那你啊 没这个那么厉害 嗯 其实 其实有个情况是怎样呢 因为就一些 就是专家所说啦 其实 因为一般呢 在月底的时候呢 就是 匯率呢 都是偏升的 就是 所有的匯率 包括人民币的匯率 都是会比较 比较偏升的 那 而且呢 通常在月底 和季尾的时候呢 会做一些财务管理 特别是呢 五一假期 里面有五日的小长假啦 那 还有呢 美国呢 就要公布那个经济数据 所以的时候呢 今次的那个匯率的攀升呢 可能是个市场的问题啦 那 还有呢 我也挺认同刚才A军所说的 就是呢 嗯 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就是 中国和美国呢 有谈点数 因为呢 如果 你全球经济崩溃的话 其实 对于呢 那个经济呢 是没有好处的 那 我们当然很清楚 你匯率的稳定呢 才可以做到 一个全球的货币的 就是譬如好像美元 这个匯率是稳定的 一个强势的货币 但是呢 你如果看回全球的经济呢 就是我们撇开 疫情 或者上海这个问题来说 那 其实呢 我们看到呢 外资撤离中国呢 那个的数字是多的 在过去这一两个星期里面 因为看到的上海疫情 真的不理想 那你说呢 跌了2000个点子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那通常呢 对于我们国家的央行来说呢 你跌几百点子呢 其实 央行已经会出手呢 去稳定汇率的了 这次呢 不排除 那 中国做事呢 我自己觉得很有智慧的 还有 会安排好了才去做 不排除 我们国家呢 看到 现在的势呢 如果我维持是一个高水准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出口呢 是不利的 还有呢 又很奇怪 我今天又刚刚去街友 在录播 录影的时候 油价又升了 就是人民币跌了 油价又升了 我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头 我进油是七个多 现在就八个多 其实这个升风呢 真的跟着很贴的市场 我基本上呢 可以看到呢 人民币的购买力呢 相对来说是低了的 但是这个调节 有没有必要呢 我觉得是有调节的 因为呢 我们不可以 只是看自己 国家内部的情况 我们有力量 有我们自己的把握的时候 我们的汇率呢 其实可以控制得更加好 因为这个是调控的措施 是必须要做的 那美国不单止赢 其实对中国来说 相对来说 亦都会赢的 因为未来我们也看到 其实国际之间 就通通开关了 是我们中国呢 还在准备中 因为要观察一下 究竟对人民的影响有多大 会不会放宽呢 现在有传闻 可能7月 或者甚至9月 10月会通关 但是这个情况会是怎样呢 就是说 我们国家呢 其实我相信 他也在准备中 我们怎么样 再作进一步的开放 当然不可以与病毒共存 也不可以躺平 国家讲得很清楚的了 但是的时候呢 在动态清零的情况之下 如何对人民的生活呢 是会影响得最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年底的时候呢 我知道有某些机构的时候 已经开始做一些 一些展览会啊 或者一些比赛啊 希望拿多些生意回来啊 还有呢 开始呢 准备去和国际上高 去谈一些合作的了 那这些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你说 对于人民币 我们是高好 定低好呢 其实维持一个 适当的水平 不要想着 我们独赢 这个呢 是我觉得我们中央正在做的事 所以的时候 我对这次的看法呢 我就觉得呢 就未必是一个负面的情况的 而是呢 我们国家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呢 就趁势而行啦 去做回呢 目前这个时刻 最适当的做法 就是令到经济呢 相对这样的稳定 其实他都觉得呢 他都不希望人民币是 只是太高 如果太高的时候 你变成了 就欠缺了一个竞争力在 那到时候 可能被其他地方超越了呢 也都不是一件好事 暂时来说呢 似乎都是由 美元呢 做着烂投筑呢 似乎是对整个经济 或者金融市场来说呢 是维系到 目前的秩序的 中国不适而 看得不适而 站得太出的 这个是我的分析 A君怎么看 还有的 其实现在中国内需的 就一般的了 要带动经济呢 就搞两个 一是搞基建 搞紧的了 搞到好行的 另外一个呢 就希望出入口好些了 出入口好些的 现在人民币下来 一坐下去呢 其实就有助出入口的 可能是短期内见到 内需呢 就很难短期内谷得起了 那不如 既然有这么多 刚才说的息差的因素 我顺手 跟老美说一说 我自己坐一坐人民币下去 你通胀不要那么高 我出口好 大家有计谈 好不好 这个呢 A君为什么会想到呢 就是 这个是可能有计谈的一个背后 当然啦 最坏的情况是 老美根本就想玩我们 所以现在已经做好事先 就动我们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也都有机会 是我们跟老美那边 是想聊天 所以呢 我先降低了回律 还有呢 为什么想聊天呢 这个A君又要带到秦岗啊 嗯 这件事有个人啊 是的 我们的大事秦岗 是的 这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他在老美那边 进入当地的农村啊 做了一些食物企业的探访啊等等等等啊 秦岗啊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旅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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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有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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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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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最大的农业出口国之一,甚至已经是 我们就是最大的农业入口国,合质商利 老美,我知道你想动我的 所以你又无端端搞我们的中概股 我现在就告诉你,你搞我中概股 我都可以搞你农业 大家搞下去就互相输 现在我又打个正章给你 我这个人民币就跌了一点点 舒缓你通胀压力 我就先饮为敬了 你就不要对我这么肯了 大家聊天吧 A君就想到这个故事了 B君,你有想到什么故事? 是啊,是啊 你看回那时候特朗普在搞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我们中国很快地对行相应的回击制裁 就是某一方面加税,第一样东西就是对付它那个农业出口 老美的农业出口 那 就是当老美正在制裁中国的高科技的时候 我们中国制裁老美的农产品 不知道哪个第三世的国家 那现在你这次呢 就是 两个都不是第三世的国家 两个都不是 不知道哪个 那 那 那 现在 其实整个世界格局来说 最大的一个问题 除了能源之外 就是粮食方面 那 老美那边 本来是打算用粮食方面 去擠押其他的 就是欧洲那边的国家 但是 就是欧洲那边都不是很happy的 那 另外 现在 这次 在中国在这个时间 就去和老美的农业商品 去say hello say hi 那其实就反而是 帮回你那些 就是老美那些 农业的那些有钱人 就是那些农业 农场主呢 去趁回中国那边 那就可以去做一些的工作 就是帮忙分化一下老美的东西 就是如果特朗普 sorry 如果登神 真的在对中国强硬的时候呢 那他很明显呢 就会得罪了 这个 农业的生产市 农业的局 的支持者 还有就是 你留意回 这个 今次 秦刚去访问的一个地方 那个是叫艾奥瓦州 艾奥瓦这个地方 就很神奇的 那基本上呢 他每次的总统选举呢 他支持哪一个总统呢 哪个总统的地方赢呢 就会赢那个总统选举的 很神奇的地方 那 所以 现在来着呢 这个 对 来着 国会选举 来着 来着 中统选举 那 今次 秦刚去那里 访问艾奥瓦州 其实都有一些 对 登山是有点点警告的 那 你 你赢 阿奥瓦州 你这个国会 就应该都拜拜 是一定的 那 那么 嗯 嗯 那 我给你 我自己有点点看法 我自己有点点看法 就是说 其实 我知道 特朗普是很支持 农业的州份的 是吧 就是共和党 那 今次的时候 其实 那时候 特朗普去说 要中国 买美国的农产品 中国也是有狂买 那 跟着我们知道 天然气 终于因为中国 而赚大钱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有传闻 美国的消息就是 美国将会宣布 減免对中国的产品 征收关税 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是星期五 上周五 那时候 耶伦所说的 那如果 减免这个 关税的时候 其实 好像刚才 我们说 人民币的问题 可以减低 美国 现在高企的通胀 那 也 也都指出 耶伦指出 目前正在很小心 检讨 对中国的贸易策略 其实 大家在理性处理一些事情 要玩的小动作 老美继续玩 但是要谈生意的 要令到世界稳定 不要再发生一些金融风暴 或者是大家去看到一个股灾的情况出现 大家真的要鱼鱼搏兵 因为市场很难想的 所以的时候 有时候 你进一步 有时候 我退一步 其实 秦刚说过一点很重要 他说 由战略的角度 去推动中美的农业互相合作 既有利于中国的老百姓 和美国的农民 也有利于减少全球粮食供应的不稳定 和不确定性 同时 有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乌克兰的农业生产 因为战争的发生 所以的时候 在农产品出口 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大家彼此 都在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出口 是真的很伤 当然 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的时候 真的蜜产很丰富 刚刚看了一条视频 真的令我非常羡慕 原来俄罗斯 你的生活 你每个月只要二千多元人 你就可以过得好像 富豪的生活 有时间我去找台长 说说俄罗斯的生活 今天不说了 但是的时候 我们自己观察到 其实现在中美 是真的谈点数 在做某些行动 而秦刚 作为一个驻美大使来说 其实他是一个亲善大使 他希望透过现在一切的举动 包括前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其实他是穿了飞虎队的衣服 外套 其实他的意义 在哪里 还有 大家真的要互相做生意 如果你只是用一个意识形态 或者我要杀掉你的方式 是绝对会越做越差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大家都在避免 大家会拆枪走火 而且也是这样看 这次的时候 我们看到乌丹丹的问题 其实应该 在某个层面 应该会得到一些 比较有进展性的做法 这一方面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试试观察 和参考一下 因为台长刚才传了一些资料给我们 大家会不会提一提 就是他刚刚最新的消息 就是俄罗斯那边 摩斯科就冻结了Google 在莫斯科的资产 OK 不是很多 6个亿而已 对不对 嗯 6个亿 对 是 那其实 这个应该是一些 互相对来对去的事情 就是 其实 俄罗斯和老美那边 就应该撑下去了 但是至于欧盟那边 会不会叫得动呢 那就要看看整个 经济和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嗯 没错 好 A君有没有要补充 没错 是啊 到七十年代开始 就是未曾拍大时代之后 哇 一直弄出来 恒生指数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就是 据西无为 A君最近这几年的亲历 就是大概19年左右 应该大概是4月左右 又是有一剂的 那我最记得就是那天 那些同事就问了 A君最近的事 你怎么看啊 接着我还很肯定地说 明天开始 会跌足四个星期 嗯 然后就说 这么厉害 是啊 又是抽冠了 一剂相 所以找时间惊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大家要收看港理台 讲抽冠效应 我再加多一句 我再加过抽冠效应 抽冠 我们出街的时候 星期三 星期二的夜晚 抽冠有细想 在这个重播的时段 而重播这个时段 将会播到 阿sir 你知道播到什么时候 播到什么时候 6月29日 哇 对啊 整两个月时间 这是长剧 65集 兄弟们 小心 在路 哈哈 真的没办法 这个是没办法的 抽冠好 叮一下效应 好 接着说回香港的问题 拜拜 B君 是 我们要跟A君聊 拜拜 拜拜 好了 香港那里有什么要谈呢 哇 有两个人走了 现在 A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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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两个人走了 啊 一个好像是民意调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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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姓钟 一个 哎呀 就是一个西人 啊 译名是姓韦的 哎 这两件真的 啊 一个就是法律界 一个呢 就是打手 啊 或者做民调界 真是多东西搞 好了 阿神想说谁呢 哎 先说中山 是吧 中建华先生 其实他已经说 他已经是离开了香港了 已经是去到英国了 4月25日的时候 其实呢 他就表示 就经常被一些 亲中阵营的追击 其实是什么亲中阵营啊 是不是啊 其实是爱国阵营 而且不是追击 而是撥乱反正 不要做一些 活黑香港的事 那 这个呢 就很重要的 中建华先生呢 就在24日 就是星期日的时候呢 就宣布呢 就已经是离开香港 去英国呢 就会生活一段的时期的 那 其实呢 他就同名报透露 就说 曾经遭到呢 香港的警方 引用港区国安法 去约谈他 啊 这一样呢 其实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 喂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啊 我是善意地提醒你 你再这样做下去 你是其实违反了 港区国安法的 那所以呢 大公文汇呢 就在星期一 二十五日 那一天呢 就发表文章 形容呢 钟建华呢 是畏罪逃离香港的 那这一点 我相信呢 A军都很同意的了 是不是 那将以下的时间 交给A军先 A军怎么看 他呢 就在这里就说 自己的民调呢 就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那又在 之前呢 就有一个民调 我想大家都记得的了 就是俄罗逼啊 那一件事件呢 就被指 是怀疑 他是想 做一些有道性的问题 令到那些人呢 就出来的结果 是会说 是要支持 这个 乌丁丁 那样的 那他呢 就说这件呢 是被人冒屈的 是被砌生猪肉的 哎呀 那就有个说了很多东西 还有就说到自己的民调 是多么威猛啊 那样的啊 那他呢 就在这个暗部呢 的访问那里呢 就这样说 我当然就不想被恐惧支配了 但是 如果政府啊 用对付啊 啊 啊 伦家区的形式 那样对付我 啊 他呢 就被迫呢 就转去低调了 我都不想的啊 那我就会呢 继续为乡島发声的 哇 说到非常之劲 那样的 真是 又不见他面红啊 那当然啊 他这样走呢 就啊 我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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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移民 还是移居啊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哇 他又在那里要拼啊 梁振英啊 那他就说了 我这次啊 不是移民啊 行程的最后一站啊 依然是寻求回港之路啊 不要断章取义 哇 我听到就 喂 人家就是在囚禁你 不会放下香港的一切 不会放下香港的一切 不会放下香港的身份证 不会放下中国国民的身份 人家在囚禁你啊 你在做那样东西啊 你都可以说人家是断章取义 真是面皮九尺厚 难怪可以做到这样的民调出来啊 好了 接着他就说了 啊 在这个民调的中心呢 合约四月底完结的 到时呢 就会做这个名誉总监 继续义务的 他做民调 说你不要做了 那算了 你做都没人理你了 好了 接着他就说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就会在英国那里参与民调 恒常地做这些民调的法报会啊 哎呀 那A君就说了 阿尔怎么看啊 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他就说 他就说 他不愿意作逃兵啦 无奈衰避蠢啦 你只要不违法 现在不是严刑进化 现在其实呢 我们法律是非常之合理的 因为国安法 每个国家都有 你不要觉得香港是一个法外之地 那他就表示呢 离开呢 现在是非常之无奈的决定 那对你无奈 对香港可能很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 你作一些所谓的民意调查 你是刻意去展露出你自己的立场 或者是一些的看法 将它强加于人民的身上 或者在那里带风向 这一个呢 对所有香港人来说呢 其实都是非常之危险的 因为很多人不知就虑 那呢 就会去对相关的事情呢 去采取一种呢 是仇恨 或者甚至是漠视 甚至是 看不起的一些态度 那对于 我们国家来说呢 我们现在不需要 这一方面的一些言论 因为 国家现在正在发展中 同时 在面对着世界各国的 一个大国博弈的状态之下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而且更加重要的 就是他说呢 港英时代建立的法治制度 对民主自由的保障 到现在已经变成明日王化 我们更加不认同啦 你觉得港英时代有所谓的法治吗 一切都是以美国为主 还有你所谓的民主自由吗 是完全没有的 你被人欺骗了很久 他只不过是选举制度 还有呢 是想着去撕裂香港人 卖下的炸弹真的非常之多 那这些明日王化 真的我们呢 就宁愿不要霸奏啊 我自己觉得呢 我们国家一套其实做得非常之好的 那大家同意就加一了 对吧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韦志达 韦志达呢 1997年之前呢 在这个评分呢 就六十几分的 现在的香岛呢 就应该八十几九十几分 分数是高过美国的 是啊 你是做民调的 你如果不懂的 就代表你没了 你如果是明知的 还在那里说的话 就是你在那里说 乱说 你随便选一样啊 钟建华 你认无料还是乱说 随便选 不用啦 你跟我说数字 不用啦 这些 我乱说数字 我乱说过你 可能 是 这个呢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他的言论是充满了偏颇的了 那我们也不需要太介意的 那就 大家留意一下 他所发表的一些说话的时候 其实大家已经很清楚 他是什么的人士啦 还有的时候 真的受到西方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就 恭喜他啦 他就去西方 就是西方 这个呢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韦志达了 那韦志达呢 其实呢 又在4月25日 离开香港 真是前后脚的两个人 那前后脚的情况之下呢 原来呢 我们看到呢 他呢 就向了香港的律师会 提交打算停止执业的通知书 计划在今年的6月3日 就是6月4日之前 就停止执业的 那现在呢 就看到他 他带了一个大量的行李呢 在夜晚刻呢 就现身了香港机场 同行呢 还有一位华裔的女子 哦 扮你好 登基手组之后 他就和那位女子呢 就道别 而且入了闸口 那就是说 走了 不会再回来啦 是吧 那我们看到呢 韦志达呢 其实他们的律师行呢 就因为 反修例事件 我又说是黑暴事件来的 就接获了呢 就不少呢 就这个相关的案件 那包括印尼女记者 那件的 就是被一些弹珠所伤的情况 是吧 那后来发觉到 原来是一个反弹的 就是画面都看得很清楚了 那还有的时候呢 有关其他的案件呢 其实韦志达那边呢 都在这儿做着的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不知道A军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可以略略提一提 那他和那些白民主派人士的瓜葛呢 A军就不说那么多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提供 就是2016年3月起 韦志达成为了NDI 驻香港的律师代表 那这个呢 就大家明白什么事了 这个NDI 就在这些黑暴事件 以至多个国家的 Color革命里面 就走到一些很重要的位置 那变成是在那里做事 现在又要穿草走 大家明白了 哈哈哈哈 其实呢 除了他走之外 之外呢 我们之前也见到有一位 最重要的 大律师工会的前主席 夏博尔呢 都在晚上就偷偷地离开的 那这个是潜逃逃离香港 这个一模一样的 就算他是不是NDI 我觉得他们的离开 对香港的整个法治 可以真正去达到一个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就是不会有这些外国人 再在香港的司法界里面 指手挖脚 那对于我们国家 或者对于我们香港的整个 司法制度呢 应该是会有一个 新的局面出现的 我相信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这两位的离开呢 那其实呢 一件事就是职工文 相信大家知道 职工文呢 就要改名哦 改运作哦 略略提一提好不好 器君 好了 略略提一提职工文 改运作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建了一些 学术机构等等 有些人就发现 他好像想借私还文 就通过他们那些 旗下的公司 在旗下的公司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继续滲入 去搞回乡岛嘛 当然啦 经常都说 要搞这些 什么什么革命 什么东西都好 其实呢 就要向一些 生活压力比较大的 人劳入手呢 其实就容易一点的 所以搞这些工文呢 是其中一个切入点啊 没错 这个呢 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 观察的地方了 其实的时候呢 无论职工文呢 想改什么名字都好 他想借私还文都好 我相信 如果他要改名 那么这个社团 注册里面呢 他会怎么做呢 如果知道 他里面的董事呢 都是那个前职工文的骨幹呢 我相信他们要通过呢 就是其实非常之困难的了 那我们呢 也都看得很清楚 他就要改什么公司的名字 就不知道叫什么 有限公司啦 一个什么物业啦 又什么进修啦 CPU 什么鬼那些啦 是的 那这些呢 就是影子机构来的 那你又有什么课程呢 其实课程呢 就没什么不同 地点也没什么不同 那你这样做法 其实做什么呢 我相信也是 不会通过的啦 那如果通过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 警方或者国安那里 是不是没有工作呢 这一点呢 我们是有疑惑的 什么进修学院啦 什么社区及院设 什么照顾 原总工会啦 那些这样的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这些绝对 好像大公文会所说 这些绝对是音招来的 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绝对 去申请公帕 借机再渗透香港 和搞乱香港 这些是很清楚的 大家同意的加一 好了 A君 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最后一件事呢 他们三个这样的动法 一个呢 就是帮人造势 做些民调出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法律上 就可以疏通到 令到就是 做了些不知什么事情的时候 感觉上就不会 那么容易被人起诉到 而另外那边呢 就是要搞一边 生活上 就是相对 比较窄一点的朋友 就是煽动他们出来 那这三方呢 我们都在做事 那么这个国安法 真的有料到啦 希望尽快立了23条 这些通番买国的组织 都可以因为叠叠罪而拉起来 哎呀 这个一定会 绝对 非常之快 还有我们觉得呢 就是我们特区政府 一直在做事的 不断反正宗 加超哥加油 就是这样了 OK 好吧 今天时间到这为止 好吗 多谢大家的收看啊 拜拜 A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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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香港真的到了一个 真正改变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期望呢 就看到越来越多些人离开了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看到 香港的情况呢 真的不可同日而遇了 那么我们期望着 星期四的时候 加超的时候 他有一份政綱可以出来 给大家好好地参试 好好地思考 今天时间到这里 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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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